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也要得到天后吧 大家是不是也很想要了解就是整个大气的一些原理呢 没问题今天就会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哦 保证今天的直播课程一样是丰富好玩有趣又让大家很有收获 欢迎学弟妹们或是学长姐们可能要准备上这个课的 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课程哦 也赶快趁这个时间啊老师还没来的时候 赶快赶快把这个连结分享出去 让你的同学朋友左邻右舍猝金辈苗都一起来看直播 然后也欢迎大家在待会直播的时间 下方留言跟我们就互动回答老师的问题哦 好哦大家有没有很期待今天的学霸名师是哪一位呢 虽然大家应该都猜到了是谁没错就是我们的阿贵老师 是我们厉害的阿贵老师就是在我们的国中自然课 或是在自然之右班都是非常厉害的讲师 然后老师的特色呢生动活泼不用使劲 而且老师就常常有让大家记一些口诀 让大家非常的好备 然后也非常多的互动 在待会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在萤幕前 可以留言跟阿贵老师就是回答阿贵老师的问题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大纲 首先呢我们会介绍高低气压的基本定义与风向判定 再来呢就是高低气压的天气现象 最后呢会帮大家做总结跟复习哦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题目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直播 边看直播边做题目哦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快来邀请我们的阿贵老师 拍手欢迎 哈喽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安 好阿贵老师有一个小小的秘密 要告诉大家就是 我好想念你们哦 好今天呢阿贵老师呢为大家带来了 国三地科的一个课程哦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气压与空气的流动 你说老师为什么我们要学气压 气压要干嘛对不对 想一想哦 我们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天气变化 其实都跟气压有关系哦 例如像我们的台风 老师它就是一个低气压对不对 所以台风的路线路径要怎么移动 其实也是要看高低气压的分布哦 对不对 还有像是我们平常所听到 大家应该有听过什么 梅雨季节对不对 那个梅雨怎么来的 其实也是两个高气压在推挤 互相推挤 滞留在台湾的一个状况哦 所以都跟气压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课程 来跟大家说明哦好不好 所以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看到 在我们看到气压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在看一些像气象天气图的时候 应该都有看过这个标示吧对不对 老师上面那个天气气象图上面 有一些地方标着英文数字的H 大写的H 有一些标着L 到底H跟L是什么啊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高气压跟低气压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是高低气压 它的定义是什么对不对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下面哦 首先讲到气压 它其实就是一种压在你身上的 压在身上你的一种压力 讲的是压力哦 所以指的就是单位面积上的空气 对物体产生的压力 你说老师听不懂讲白话啦 来帮你看一下 来有没有看到这张图 老师如果我现在在地表 你帮我看一下我 来看老师现在就可以把我的头 放在这个空气分子上面 哎呀好重哦 好重哦怎么办呢老师 因为上面有很多的空气压着我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大气压力 这样子可以了解吗 所以想一想 空气上面的空气分子 如果越多压力就会越大 非常好空气就会越大 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去爬山 老师我要爬台湾的最高峰 我要爬玉山 对不对老师三千多公尺 想想你爬到三千多公尺 那么高的地方想一想 你头上的气体分子相较跟 阿贵老师现在在地平线比较起来 你的气体分子应该比较少 我们说空气比较稀薄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在玉山 你感受到的大气压力 应该就会比较 再一次 法写十字 你在玉山上空气分子很少 比较小 气压就会比较小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跟空气分子的量有关系 压在你的身上 好 那我们来看到 我们在气压的部分 我们会使用的单位 大家帮我看一下 来看到单位这边 单位叫什么 第三点 单位叫什么 叫做百帕 你说老师有没有听过 帮我记起来 叫做百帕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的一大气压 大概是1013百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张图 我们来看到这个整个气压 分布的状况 像这边 老师你看 这边好多一圈一圈一圈的线 就是我们把空气当中 大气压力相同的地方 把它围成一个圈圈 所以代表这个圈圈 上面的大气压力的 都是1016百帕 往旁边老师这一圈 都是1020百帕 再往旁边老师这圈 都是1024百帕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每一圈 每一圈它的大气压力 数值不一样 这样子可以吗 所以这个一圈一圈的 上面都会标注它的气压值 好 再来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老师你刚才跟我讲的气压 空气分子压在你身上 那什么叫做高气压 什么叫做低气压 我们来看到这张图 来我们来看到 什么叫做高气压跟低气压 其实概念很简单 来全部人帮我仔细观察 高气压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 老师高气压 我们一起来看它的数值 好不好 老师最外面是什么 1015 再来往里面走 1020 再来往里面走 1025 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称它为高气压 所以相反的老师那低气压 老师我到底是高气压还是低气压 这样子可以听得懂吗 那正常来说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来说 我们的高低气压的那个数值的状况 大概会是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通常我们每插一条线 我们都会插四个百帕 所以你看刚刚的1016完了 往上 往下跳就是要1020 再往下就是1024 趁这个机会考考各位 那刚才我们学过高气压 越往里面走 如果越高就是高气压 越往里面走 越低是低气压 对不对 所以看到左下角这张图 给你两秒钟的时间 如果你知道它是哪一种气压的话 赶快打字告诉阿贵老师 看一下 给你两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看看越往中间走 它的数字是不是越来越小 所以它就是低气压 非常好就是低气压 对不对 好来那我们继续 了解了高低气压之后 好来我们继续看 老师这边这边来准备好了 要给你一个 我们来看这边 下图是一个等压线图 我们一起来看 老师首先 问你它到底是低气压 还是高气压 简单简单我会老师 看那个等压线的数值分布 我们一起看 最外面是1016 再来1020越往里面走 数值越来越高 刚才讲过了 这样的状况是高气压 所以假就错了 怎么会是低气压 是高气压中心 再来往下 老师那假可以用红色的L 刚才老师忘了讲 刚才讲到高气压 因为高的英文怎么讲 H H 对不对 用H来表示 那如果低气压 就是L 我们用L来表示 这样子可以了解吗 OK 好给大家回去看一下 刚才那张图好了 来看看 高气压H 对不对 蓝色的H 低气压L 红色的L 对不对 所以回到我刚才的这一个 老师那B甲可以用红色的L吗 刚才才讲过它越往里面越高 是高气压中心怎么会用L呢 应该要用H才对 再来往下 老师下面 图中数值的单位是公分水银柱 刚才前面阿龟老师有特别提醒过你 我说气压的单位 两个字的想一想 白什么 白帕 白帕 对不对 不是公分水银柱 来再来往下 最下面 猪 乙的气压值最接近一大气压 没有错 这边乙的气压值1016最接近一大气压的数值 因为刚才阿龟老师有讲过 一大气压就大概 大概大约是1013百帕左右 所以最接近 所以当然我们要选猪 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可以了解吗 ok 所以我们前面先针对气压有个最基本的概念 什么是高气压 什么是低气压 那高低气压 对不对 它的等压线的分布状况 好那再来往下看 老师 既然我知道了高气压跟低气压 那然后 ok 因为空气就会跟在高气压跟低气压之间开始流动 ok 然后产生出一些天气的现象 看这边好了 老师先用这张图先做一个比喻 老师 这个地方的水压很高 这个地方的水压很低 所以水就会莫名其妙的流过来 希望可以达到压力的平衡 ok 像你们在家最近 疫情的关系压力好大 所以想要干嘛 想要抒压一下 你就会去怎么样 去压力比较小的地方 例如说默默的拿起手机 默默的打开电动 玩一下下 舒缓一下自己的压力 一样压力大到小 对不对 所以也是一样 水会这样子压力大到小 人也会这样子 那空气当然也会了 我们来看到 所以水从压水压高到水压低 所以空气也是 但是我从气压很高的地方 就是刚刚讲的高气压的地方 往低气压的地方流动过去 就产生了风 那老师风一吹 可能就会带动很多天 带动我的云层的移动 所以到开始 开始会有很多天气的变化现象了 ok 好 再来往下 老师所以既然我知道高气压流到低气压 一起来看看 老师刚刚讲过了 高气压流到低气压产生风 对不对 ok来来来继续往下看第二个 老师那风的话 有了风之后 我们就要知道风向 对不对 常常会听到新闻讲 我们像以台湾来说 以台北北部来说好了 不晓得各位熟不熟 大家知不知道北部在冬天的时候 会吹一个什么季风 有没有人记得 很好 因为冬天的时候很冷 新闻就是吹出冬北季风 对不对 好强烈的东北季风 老师什么是东北季风 代表是东北风 那什么是东北风 所谓的东北风指的是风从东北边来 代表风的来向 他从哪里来 所以想一想 他从东北边来 所以代表说他从东北边来 代表是往西南的方向吹过来 由东北往西南吹过来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大家帮我看一下我头上的这张图 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有一个箭头 对不对 指到东北方 从西南指向东北 所以他从西南方来的 对不对 从西南方来 去东北 对不对 所以记得要从他的来的地方 我们叫做西南风 这样子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像有时候台风过境之后 会带来引入大量的什么气流 西南气流 所以你就可以想 什么叫西南气流 代表从西南方带上来 那些热热的潮湿的空气 所以造成下大雨 对不对 好 所以了解的风怎么来 风的来向我要怎么称呼他 对不对 再来我们来看到风速 老师 风速的话呢 怎样 我刚刚说从高气压到低气压 所以如果这个高低气压 这个气压值变化的越剧烈 它的风速就会越快 OK 我们来看到这边 老师这边 这一个等压的线图 有没有看到 我们来看到上面这部分 是不是觉得那个等压线 比较怎样 比较密 对不对 这代表他很很短的距离内 气压就变化的好快 所以这个时候的风速就会很快 相反的下面的话 等压线比较酥 所以他的气压 怎样 就会比较小 所以风速也就比较慢一点点 这样子可以了解吗 可以 老师把它长到了 风速快跟风速慢 刚好在我肩膀上 对不对 OK 所以了解了风速的基本概念之后 来我们继续 给大家一提小小的练习好不好 要考你气压 那个气压值的状况 那我的流向快跟慢 还有我的风的奶 风的奶有怎么命名它 那我们看到这边 这边有个等压线图绿色箭头 代表我的风向 我们来看一下 A 甲地气压比乙地低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老师 这么有个小小的技巧 帮我看一下 他说绿色箭头是我的风向 想一想 刚才说风怎么吹 从什么气压到什么气压 哎呦 从高到低 对不对 所以代表甲正中间一定很高 才会往外面高到低吹出去 是不是这样子 代表他中间那个甲一定气压 最直压值最高 往两边 低的地方散出去 所以甲地的气压 它其实应该是这样图里面最大最大的地方 所以A就不对咯 可以吗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B 甲地的气压比丙地还要来得高 没错没错 老师刚说甲的气压最高 所以往乙 往乙的方向移动 可以可以 所以B应该是我的答案 不过不急 我们先把下面两个看完 C 乙地吹的是西南风 刚才有讲过 风向指的是风从哪里来 来帮我看到乙的箭头 老师乙的箭头指向西南方 可是 这样子是西南风吗 不是 不是 刚才说从哪里来 它指向西南方 代表它从东北方来 所以我就要称呼它为 东北风 这样子可以 好不好 再来往下 老师租乙地的风速跟丙地来比较 谁比较快 刚才说我们就要看那个等压线 那一条一条的线 排列的状况 排列的月密 代表老师在单位距离 改变的气压 改变的很距离 所以风就会很快 所以我们一比较一下 老师比那么密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风速一定最快 对不对 所以乙的风速比较慢 所以珠就错了 所以我们答案选B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错 这样子有没有大概了解了 对不对 好 来 再来我们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了 很重要 再来就是风向的判别了 我们下来看这边 好 老师我刚才已经会了 为什么我还要学风向不就高到低吗 简单 我会 对不对 但是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来说老师不就高到低吗 来我们看这张图 有没有看到 老师从高压的地方 气压高从1014 箭头只过去 风向吹马吹到1006 高到低 简单 不管你北半球 不管你南半球 都是这样 从气压高往气压低 没错 但是 发生了两件小事情 哪两件小事情 因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因为地球不断的在旋转 一直旋转旋转自转 所以地球在转的时候 我风虽然直直的吹 可是我地球在转 会导致会影响到我的风向开始偏转 这样子可以吗 所以第一个是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 再来因为我的地表 我风吹过来 地表会有摩擦力 所以摩擦力的话 也会影响到我的风的方向 所以大家帮我看一下 实际上的状况会怎样 右偏一个往左偏 然后我们把它拉成直线 来变这样 所以其实你从高往低的方向 过后之后记得要偏向 那怎么偏 记得北半球要往右偏 南半球往左偏 来我们花五秒钟的时间帮我记一下 北半球要往右偏 南半球要往左偏 帮我记在脑子里 北半球要往右偏 那因为我们大家都住在 因为你跟我应该都住在 应该我们应该 这场直播没有这么国际化吧 没有澳洲的人也来听了吧 对不对 所以应该大家都住在北半球 所以记得往右偏 好吧 所以阿古老师其实平常在画图的时候 我都习惯就直接往右 我就直接偏个45度左右 好吧 往右偏 好 所以北半球往右偏 南半球往左偏 好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判定一下风向了 我们来看什么意思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老师会往这样子偏 好我们来看到 所以这一个偏向的 就大概是 我像阿古老师都喜欢用45度来代表 我们来往下看看 有没有类似的题目 我们来举这个例子 好 老师 他这边问你 你帮我看这张图 请问你A点要吹什么风 A点在北半球 对不对 一起看到A点在北半球 理论上来说 我刚刚说从高压到低压 是我会 高压到低压 我已经帮你画出来 是不是像垂直高压到低压 从1024的这一条线 指下来指到1016的这一条线 对不对 垂直指下来 对不对 但是刚才阿古老师有说过 北半球要往哪里偏 往右偏 想一想如果你是这支箭头 你把你想像成箭头 你是那支箭头 你的右边在哪边 你说老师我可能要 我可能要颠倒一下 你自己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如果你的头是那个箭头的头 如果你的头是箭头的头 你的右边 想一下老师 右边我要往右边 稍微偏过去一点点 来所以帮我看一下 我现在画面上 来我开始要偏 因为我在北半球 我要往右偏 帮我看如果你的头 就是箭头的头 你看看我要往右偏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代表我会慢慢的往哪一个方向 来看到没有 来我们再看一次 看你刚刚判断的方向 有没有跟阿贵老讲的一样 再一次 我要往右偏 有没有发现老师 我的风向会往右偏 变成这样 对不对 好来第三步 判断风的来向 所以这边到底吹什么风 看看箭头现在指这边 OK虽然阿贵老师 整个人都把画面挡住了 对不对 箭头指这边 有没有看到箭头指这边 对不对 代表吹向西方 但是风从哪里来 从东边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所以原来我吹的这个风 叫做东风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不要只单纯说 老师我知道这个风 不就是从高压到低压吗 就垂直化下来 不行这样 因为我刚刚讲到地球自转 还有地表的摩擦力 所以记得在北半球 我会稍微往右边偏过去一点点 这样子可以了解吗 可以 所以要记得要把 要找到这个偏向的这件事情 要做好 我们再练习一次 好不好 来这次也可以交给大家 来我们看这题 来换一题 而且改成南半球了 帮我看了 请问你B点吹什么风 想一想 所以你第一步应该先记得高到低 高压到低压 先画出那一条垂直的线 对不对 想象一下 应该要先画一条垂直的线 然后北半球往右偏 所以南半球就是往相反的方向 往左偏 想一想 到脑思考 有答案的人 赶快打字给阿贵老师 快点 赶快哦 赶快哦 赶快看 赶快哦 赶快哦 赶快 把你的头想象成箭头的方向哦 ok 就会往你的左边偏过去哦 好 好 好像有看到答案了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来解答一下 我们答案是西风 来一起看首先第一步 老师我们先一起来看灰色的箭头 老师我从高压到低压 画一条垂直的 垂直的方向画下来对不对 但记得南半球要往左边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头是那个箭头的头 你的左手边老师要往这边转过去 大概转45度左右 老师大概是这样的方向 代表指向东边代表从西方来对不对 从西方来所以叫西风 可以了解吗 所以判断风的来向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来如果没有问题 老师准备了几个小小的题目 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看 哎我们来看看 看一下 哎来来来来来看到老师的简报了对不对 OK来我们来看到 快速复习一下刚才老师才讲过 老师风向的判别很重要 第一个高压到低压 对不对 然后呢北半球想右南半球向左 然后呢风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是不是练习这两题 对不对 好再来我们往下了OK 所以老师随便举一个小例子 我们抽一题来做就好了 我们来看中间这一题好不好 一起看 老师那请问你北半球的这个B点 它吹什么风来 网路前的各位准备帮我做了 帮我想一想北半球的这个B点 要吹什么风 到哪思考一下 它是H H代表高气 里面最高 所以会往外面吹出去 对不对 所以想一想高到低 可是我在北半球你就要干嘛 你就要往右偏 对不对 赶快想 有没有答案赶快丢给阿贵老师 哎呦有看到答案了 怎么那么棒 爱死你们了 好 来了来了来要看了要看答案了 第一个首先老师高到低 所以老师从正中间的H往外 对不对 老师往上 对对 往上 对不对 再来不要忘记高到低之后要干嘛 老师 要北半球要往右边偏 往右边偏 对不对 右边偏 记得风哪里来 风的来像从西南方吹向东北方 所以西南方来 所以记得我的B点要吹的是西南风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 好 来最后我们搭配几个经典的考题 一起看一下咯 来我们看到这个 第一个气压值的大小判别 刚才有讲过嘛 看你是高气压还是低气压 对不对 好 哎呦哎呦这题还不行 不好意思这题 这一题呢 那个 这题呢 会跟后面搭后面的单元讲到 等一下先跳过 先看这一题 来我们看这边 来副图是空气的流向跟高低气压的关系图 一起看咯 老师 这个图在讲什么啊 有没有看到他写什么 看那个虚线好不好 他说什么 虚线是气压差引起的空气流向 那你只要告诉阿贵老师 刚才我讲过 我说空气怎么流 从什么气压到什么气压 高气压到低气压 高气压到低气压 所以你看到老师既然这个箭头是这样子上去 代表B一定是高气压 A一定是低气压 所以高气压往低气压流过去 所以B是高气压 A是低气压 所以有没有答案 B是高气压 A是低气压 老师找到了 我答案选B 有没有发现 而且你看到老师 这个是理论上来说的空气流向是这样 可是实际好像不是这样 你有发现实际他往右边弯了过去 所以你知道吗 我还可以加考一题 你猜猜猜看这个地方 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 北半球 哎呦那么棒啊 当然就在北半球 有没有发现因为北半球的风向往右偏 对不对 好 再来往下 哎来看看这一题 这个题目呢稍微难一点点 我们一起来看到 他说这是一个台风通过北半球的时候的一个天气减图 那我先告诉大家台风是低气压 这样子你才可以做题 我们来看看这边 他说老师有一个地方的侧站 侧道的风向是东南风 Y侧站是西北风 啊惨了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侧站 对不对 不要紧张我们慢慢来 我们一起来看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说 高低气压的风向怎么判断了 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看 如果是假 我们先不要管他那些叙述 看起来好复杂 我们先来看假好了 可不可以告诉我假吹什么风 台风是低气压 里面是L 比较低 所以对不对 高往低 对不对 所以就是按照空气的流向 高气压往低气压 往下流 对不对 往下流下来 对不对 可是记得不要忘记 北半球的风向要往 往老师往他的右边偏 对不对 老师往右边偏 所以他会偏成这样子斜斜的 对不对 所以变成东北风 对不对 对对 变成东北风 对不对 所以这个假 他其实吹的是东北风 所以跟上面什么东南风 西北风都没有关系 所以不是他 所以有假的全部都错了 你会发现 所以B也错了 C也错了 瞬间答案剩两个50%的机会 对不对 来看一下好了 看E好不好 你看 你看其实做几个小技巧 你会发现 老师刚发现假吹东北风 所以不可能是X测站 也不会是Y测站 所以我把两个假删掉之后 B删掉 C删掉 发现老师 这个是乙地跟丙地 这个是丁地跟乙地 发现两个人都有乙地 所以我只要确定 到底乙地是哪一个就好了 对不对 来看乙 专心看乙 箭头指过来了 一样高到低 所以高指到低 老师我现在是往这边 往东方指过来了 对不对 但是不要忘记北半球的风向要往 右往右偏 对不对 来往他的右边偏 对不对 往他的右边偏 倒下来了 所以叫做什么风 西北风 叫做西北风 所以原来以这个地方 所吹的叫做西北风 来帮我看题目的叙述 帮我找条件好不好 谁是西北风 X还是Y一起看 看一下这句的叙述 X是东南风 Y是西北风 所以老师出来了 歪侧站就是西北风 对不对 OK 所以外侧站是西北风 是乙这一个 所以答案应该选猪吧 你会发现简单 对不对 我只要随便找一两个 老师就可以用删去法的方式 很快速的 就把答案做出来了 OK 所以这第一个小部分 风向的判别还有OK吗 OK OK 学习我们不要有压力 要轻松学习 刚刚老师这样轻松的讲 应该对于最基本的高低气压 到底是怎么样判断的 还有风要怎么吹 应该都没有问题 好 再来再来 我们要进到我们的第二趴了 第二趴讲什么 第二趴的话 阿贵老师的主要呢 要针对的是那个 主要要针对的是气压 它所造成的空气流动的 呃 是往上流还是往下流 我们等下来看一下这个状况 好 来我们来看到这边 好 来 什么意思呢 来我举一个例子 老师我知道了 因为我们刚讲什么 那个风怎么流动 我们指的是水平的方向 那垂直方向的风要怎么流动呢 阿贵老师等一下会有一个 非常棒的小技巧 告诉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来看到 好不好 图上现在有四个图 对不对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没有那么困难 我们来帮我看到左上角的就好了 老师我知道了 中间这是H 是高气压 对不对 刚才不是还讲过 老师阿风怎么流 高压往低压 所以反正都流出去 我们发现四个箭头都向外流出去 对不对 好 但是不要忘记刚好阿贵老师 有说过北半球的风要往哪边偏 要往右偏 又来了讲了一百次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 当他往右偏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状况 看 当我往右偏的时候 你会发现老师他往右边偏了 有没有发现 变成一个像这样子 好像在旋转一样的感觉 好像顺时针旋转 对不对 好 来看到低气压的这个也是一样 老师低气压的这个也是一样 老师一样 也要往右偏 老师往右偏变成这样 变成好像逆时针的样子 来 所以可以现在把目光放在我的上面 这两张图 老师高气压 对不对 高到低这样流出去 对不对 要记得往右偏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顺时针的样子 相反的低气压变成一个逆时针的样子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讲的是水平方向上的风怎么流动 那垂直方向上呢 我要教各位一个非常重要的诀窍 解题的诀窍 请大家把你的手手给我拿出来 要拿什么手手 拿你的右手出来 OK 我们在那个国善的时候 应该在店那边 或许在安培右手定则 对不对 这边我们递可要用右手 让他们看到什么意思 想一想 你把这个手指头 这四根手指头 想象成那个风 那个风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想一想 你的右手要怎么摆 才可以摆出顺时针的样子 厉害 小兵的手都没有扭到 好不好 这样子 代表老师跟我一起抓 你说老师 我的这四只手指头 想用顺时针的方向要怎么做 是不是要这样子抓 对不对 是不是要你自己观察一下 你的是不是要这样子抓 帮我观察一下 当你的四只手指头 是顺时针抓的时候 你的大拇指人在哪里 在下面 在下面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在高气压的时候 你的风会垂直往下 老师 所以如果我的正头顶 有一颗高气压 代表会感受到 风从上面吹下来 这样子可以了解吗 OK 那准备来看一下逆时针 那看到那个低气压的地方 好吧 低气压 来想想怎么样你的手 四只手指头会逆时针 老师 是不是这样 这样子转对不对 请问一下你的大拇指在哪里 上面 大拇指在上面 代表这个时候我的垂直的方向 会往上 懂了 这个就是北半球的时候 你就要把你的右手拿出来 OK 有没有发现跟刚刚那个很像 北半球往哪里偏 往右边偏 就把你的右手拿出来 对不对 那各位要不要想想看 那如果南半球 左手 左手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先不要看他图像怎么变化 我们先把手拿出来 南半球 想象一下 H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H对不对 来一样 他不是往外走 对不对 可是一样 老师刚刚有讲过 南半球要往左偏 我们看一下他往左偏的结果 好不好 我们来瞄一下 等我一下 南半球往左偏 请你往左偏一下 我们看到老师 往左偏变成这样 变成逆时针 对不对 那他的低气压 我们看到他的低气压的部分 OK 一样往内 可是又要向左偏 所以就变成怎样 变成这样 变成顺时针 此时我就要借一下你的左手 南半球改成左手 一起好不好 想想你的左手怎么摆 他才会顺 他才会逆时针 抱歉 逆时针 是不是手要扭断了 是不是他这样子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这样子 请问你风怎么动 你的风大拇指在哪里 下面 大拇指在下面 代表风往下吹 你有发现 老师 不管是刚才的北半球 还是南半球 对不对 你有发现 好像有个舞蹈 北半球 还是南半球 发现 风都往哪里 都往下吹 有没有发现 不管北还是南 它其实风向都是往下 垂直风向都是往下 有发现 老师那我们看 再看南半球的低7压 南半球的低7 它是顺时针流入 变成这样 变成往上 所以不管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垂直的风向都是往上的 这样子听不听得懂 老师原来我的双手可以帮助我这样记忆 所以记得北半球 右手拿出来 南半球 左手拿出来 这样子可以吗 OK 你说老师 那我知道那个风是往上还是往下 那干我什么事 对不对 OK 很多事了 为什么我要知道 它到底往上还往下 因为超级重要的 来 我们来看这边 为什么老师说超级重要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 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看这边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下沉的气流 空气往下掉 这个时候想一想 越往下走 温度应该越怎样 好 突然有人卡住 都在想像 我们换个方向 换个方向问 当你去爬山 越爬越高 你觉得气温越来越 越来越低 所以越往越高走 会越来越低 相反的越来越低 倒过来走 往下走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想一想越来越高 空气当中的水蒸气 如果往下 温度越来越高 想象一下 温度越来越高 会凝结吗 不会 不会凝结成小水滴 应该是预冷 才会凝结成小水滴 你会发现老师 所以如果水蒸气空气 是往下掉下来的 老师 他不会变成小水滴 代表不会下雨 所以天气怎么样 天气一定很晴朗 对不对 换个方向想 老师那如果是这样 像刚刚讲的低气压的时候 不管南半球 还是北半球 还是南半球的低气压 往上 哎呦惨了 惨了怎么样 低气压的时候 空气水蒸气被往上抬 来 我刚刚说越往山上走 温度就越低 对不对 所以我惨了 温度越低的时候 我的水蒸气就容易凝结成小水滴 老师 小水滴如果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就怎么办 就掉下来就怎样 就下雨了 你喜不喜欢下雨 当然还是需要下雨 不然水滴会没水 对不对 可是如果出去玩的时候 下雨就惨了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 老师上升的气流就容易下雨 所以不要忘记 赶快对应到刚才的手手 我们再一次 好不好来 我们是北半球的人 我们看北半球就好了 好不好来 看高气压好不好 先看高气 H H帮我比 北半球右手 来 那顺时针 空气往下 会不会下雨 不会 所以如果你出去玩的时候 老师我头上高气压笼罩 恭喜你不会下雨 晴朗的好天气 对 相反的 如果头上一颗低气压 风怎么移 往上 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 凝结成小水滴掉下来 有没有发现 老师 所以高气压跟低气压 其实就可以协助你去判断 这个地方到底会下雨 还是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这样子可以了解吗 可以 所以像老师今天一刚开始就有讲 我说像我们的台风就是低气压 所以想想台风来的时候 是不是下雨下翻了 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准备了几个小小的题目 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下 所以刚才讲过 在北半球的部分 老师 北半球的高气压呢 刚才有讲过是往下沉的 所以来水气不容易凝结 所以不会下雨 是晴朗的好天气 另外一边 老师如果是低气压的话 刚才说 哎呦老师这样上去 对不对 上升的气流 所以水气容易凝结 就容易下雨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呢 老师 这边呢 我准备了几个 四个小格子 对不对 好简单 来我们一起看第一个格子好不好 好 高气压 我的气流想一想 我要请你打字哦 好不好 高气压的气流是上升的还是下沉 自己想一想哦 有答案 我们一次一次给两个答案好不好 高气压的气流方向 跟他的天气状况好不好 ok在下面打字 直接打两个给我好不好 高气压的气流方向怎么样 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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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下沉 看看哦 好等你一下下 再来是天气 如果你刚刚还没打字 赶快打字哦 天气应该是 晴啦 ok 相反的低气压的气流方向呢 是上升 ok 他是英语绵绵的天气 这样子可以了解吗 ok 好 来 再来我们继续往下咯 好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 刚才已经讲了这样的高低气压 为搭配这个手的部分 ok 那于刚刚老师这样在镜头前面这样比 怕你看不清楚 让我们搭配我们的教材看一下 要发现老师如果是北半球的话 来你的手怎么比老师是顺时针嘛 所以你看看他的他的图哦 所以下沉气流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时候很晴朗很晴朗 但是如果今天 到了那个低气压的时候 记得上升气流 开始下雨了对不对 ok 好 非常棒哦 大家学的状况非常好哦 好 那老师接下来呢 老师想要直接利用几个题目好不好 老师带大家看一下题目 好 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瞄一下下哦 好来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考题 来 刚才呢老师已经帮你整整理过了 讲到低气压还有高气压的状况 对不对好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好所以低气压的部分乘云降雨 高气压的部分会晴朗稳定 来我们来看这边呢 所以第一题应该很简单 两秒给我答案快点打字 打字给我 我 低气压中心附近的天气怎么样 它是哪一种气流 然后天气怎么样 刚才已经讲过复习过一百遍了 对不对 好给你两秒钟的时间哦 一秒钟两秒钟到了 好来低气压不要忘记 老师不管南半球北半球低气压 一定是往上 对不对老师往上对不对 往上上升气流 容易温度越来越低 所以容易凝结降下好雨哦 对不对 有上升气流异成英语的天气 所以答案选A 你有没有写对啊 好再来我们往下看到下一题哦 老师哎呦这个好难哦 清洗澳洲的热带低气压 老师澳洲在哪里啊 知道澳洲在南 澳洲在南半球 澳洲在南半球 所以帮我想想清洗南半球的低气压 所以关键字帮我抓出来哦 南半球低气压 先告诉我南半球 我要选择哪一双手手 拳出你的左手来好不好 南半球要把你的左手拿出来 低气压刚才说低气压会下雨 所以想想风或者哪边走才会下雨 风要往上走对不对 所以准备了哦 风往上走 哎呦老师 风要往上走南半球 左手伸出来往上 所以代表我的气流的方向 自己看一下顺时针逆时针 逆时针 再看一次小编你看一下我的手 顺时针 顺时针 哎呦哎呦 记得哦小编看顺时针才可以 顺时针对不对好 老师可是顺时针有两个选项 为什么有C跟珠 什么叫做顺时针向内 跟顺时针向外 什么意思啊 想象一下低气啊 动脑思考 低气要代表里面比较低 外面比较高 所以高到低 所以是往 OK 顺时针往内流动 超级简单 看有没有发现 好我想再来是今日的最后一题哦 好不好你准备好了没 来题目的叙述有点复杂 看到哦 进行屋顶的防水 代表说你的屋顶要做一个防水的工程 当然是大乐天去做 不然你下雨天去做 不是漏水漏到翻掉 所以想一想 我要怎么办 我才可以确定今天的天气是万无一丝 都不会下雨 看他四个选项 第一个 太平洋高压笼罩 大陆冷高压影响 再来春夏交替之气 滋留封面 然后呢 以及下面的寒流来袭 哦好 题目首先已经有告诉你 要在干燥的大乐天进行 你有发现首先寒流就可以先删掉了 有的要高温嘛 对不对 再来滋留封面 反正现在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滋留封面其实讲就是梅雨季节 所以梅雨季节都已经下翻了 再来往下 刚才还讲过 大陆冷 高压代表很冷 这个应该也不太适合 刚才说他要干燥高温嘛 对不对 不行 他最后一个 太平洋高压笼罩 不要忘记高气压 在北半球的地方 请帮我想一想 台湾北部 北半球 左手 右手 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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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对不对 请问你往下 请问你会不会下雨啊 不会 所以太棒了答案选A 太平洋高压笼罩的状况 这样天气会非常稳定哦 这样子有没有听懂了 好 所以今天呢 阿贵老师针对两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气压值 什么高气压 低气压的基本的定义 第二个就是讲到风怎么移 风怎么流动的 记得高压往低压走 可是会偏 对不对 北半球网 要 南半球网 左 OK很好 OK 那再来刚才讲的就是水平方向上的移动 可是垂直方向上也就搭配了两只手手 所以呢 这个 就是高气压 所以风向往下 垂直方向往下 所以不会下雨 OK 那如果我是低气压 垂直方向往上 下暴雨 这样子 听得懂吗 非常开心 今天又跟大家相见 带给大家两个地科的小知识哦 好不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老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编了 好的 非常谢谢阿贵老师今天介绍了天气的形态 大家有没有就是学到了呢 有分别左手跟右手 大家考试的时候要举出正确的手 北半球跟南半球 然后不要跟小编一样分木清逆时钟跟顺时钟 大家要搞清楚哦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呢 一样呢 会陆续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哦 如果呢 有人想要复习前面的内容 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去看我们的直播课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